哈哈哈哈 hello大家好 wars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在外面 今天我要去买一个镜头 为什么要买镜头 就是因为我想要慢慢的拍vlog 我知道有很多人想看 所以说既然要好好拍的话 怎么着装备先要到位 当然为了以后能够更多的在路上 跟大家聊聊天什么的 所以我也在网上查了查到底 怎么才能够把相机装到车上 结果我查到的 感觉一个比一个复杂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放 最后的最后 我选择了一个特别傻的方法 反正我觉得挺傻的 就是把我的GoPro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把我的GoPro 把它放在了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基本上 应该还是能看到我的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买的镜头 就是这个索尼的1635F4的这么一个镜头 虽然说是二手的 但是其实还真的很新 感觉基本上没有被用过 我先说话声音很紧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边走边路过 所以我尽量找了一个人少的这种neighborhood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 我现在就是在 the middle of nowhere 之前有很多人就一直想问我 索康尼怎么样 其实我做过很多期视频 只是一直都没有什么人看 就播放力都比较惨淡 个人觉得索康尼最值得入手的五个理由 当然是作为通勤鞋来考虑 因为如果是专业跑鞋的话 我相信索康尼早就已经成为大家非常舒适的 首先第一点就是舒适度 其实索康尼的舒适度是被大家低估的 尤其是复古跑鞋 Grade这个科技其实相对于 new balance也好 a6也好 它的脚感都是不太一样的 new balance一般都偏硬 然后比较偏稳定性 而a6的话其实也是蛮稳定的 但是它脚感其实偏软 然后并没有那么弹 但索康尼的话 它是兼顾了软弹和稳定 所以Grade这个科技的当年 其实还是很牛逼的 而且也很轻致 具体一些细节 这边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 就是OG Kevin 他的视频其实做得很好 他最近刚刚做了两期索康尼的视频 里面也详细讲解了Grade的科技 如果你想要听我讲的话 其实之前我单独做过一期索康尼的视频 讲的是跟去年白山的那个联名 我也是仔细讲了Grade这个科技 总之舒适度是有保证的 如果你买它没有Grade的鞋 比如比较早一点的复古鞋的话 其实脚感也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EVA调效都是偏软的 第二个理由呢 就是它拿在手上 真的没有穿在脚上好看 索康尼大部分的复古鞋 可能大家看图片也好 看实物也好 都觉得好像一般般 但是如果你穿过的话 它上脚的效果 绝对是要比你拿在手里面 要强一百倍的 这可能也就是 为什么很多人 可能对这个品牌 没有那么深的感觉 因为可能没有尝试过 就像我之前经常在视频里面讲的 如果可以的话 给它一个机会 尝试一下 你可能会真的就爱上它 我今天穿的这双呢 就是Grade9000 这双是跟Bodega的一个联名 这个配色其实还挺跳的 但大部分索康尼 市售的一些配色呀 包括一些联名的配色 都是比较素的 比较容易穿搭的 这双鞋的外观设计 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比如说它鞋舌 是一个半内靴设计的鞋舌 外底的话 其实它有一个 可以看到Grade 这个科技的小窗户 然后这个外底 还是非常标志性的 Sogny的三角形的设计 第三点呢 就是价格 至于说性价比高低 这个很难去定义 但是我觉得索康尼 比较不错的就是 它的价格 range比较广 有些鞋管可能也就是 几百块 三四百块 一些比较少的联名 可能能够到三千四千块 所以它价格的range非常广 但大部分的价格 都是集中在可能一千以下 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 它的难度是找 今天真的太热了 其实它真正难的是找 大家可能要花点时间去逃 各个平台上面 也都能找到一些相关的鞋款 但如果大家愿意去逃的话 比如说在eBay上 或者是国外的一些平台 尤其是像stockX 或者是gold上面 经常会找到一些 性价比超高的索康尼的鞋 第四点 历史悠久 其实索康尼这个品牌 相对于什么New Balance也好 A6也好 都要老一些 这个品牌是1898年成立的 所以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这个品牌 其实沉淀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虽然说过去的几年 感觉动作上有点迟缓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 感觉都动作有点迟缓 尤其是在它复古跑鞋方面 但是它真正做过的一些经典的东西 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也是因为长时间的历史沉淀 每一双索康尼上面都会有 它上面最基本的一些设计元素 让你一眼就看到这双索康尼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拿的 这双是沙都6000的 这双是跟Vison YC的一个联名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几双索康尼配色之一了 这双鞋上面就有很多 非常明显的索康尼设计的标志 比如说这边侧面的logo 小河流这么一个logo 上面三个小石子 这个就是索康尼 叫Sockney Creek 也是他们发家的地方 再来就是非常标志性的鞋底 所有的lock 它这个设计全部都是三角形的 这个也是索康尼一个非常标志的设计 所以说虽然这个品牌本身 并不是那么的被人熟知 尤其是在国内 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真的历史非常悠久的品牌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大家 这个品牌其实是值得信赖的 第五个原因 不撞鞋 懂自懂 这个可能不能算是一个 通勤鞋所必须要有的条件 但是有的话 总比没有强 它绝对是个加分项 在我看来索康尼 基本上大部分的鞋款 都具备这样的特质 懂自懂是肯定的 因为只有懂的人 才知道你在穿什么 不撞鞋的话也是肯定的 因为在路上的确穿的人很少 而且其实索康尼能够选择的外形 就像我刚刚讲的 有很多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来做不同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偏复古一点点的 比如像Grade SE这种鞋型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鞋型 你也可以选择一些 像最近索康尼在复刻的 一些2000年左右的鞋款 外观上来说 比较偏流线一点点 或者说比较偏老爹鞋的 外观一点点 比如说像Grade Web 比如说像Azure 2000 有些鞋款 如果不是那些特别低调的鞋款 有些配色 或者设计上相对夸张一点的 像Grade Web这个鞋 我穿出去之后 其实通常都会有不少的回头率 有很多人都会回头看一下 看我穿的这是什么鞋 然后大部分人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懂的人 或者说也在穿索康尼的人 就会大家互相有个眼神 然后就互相感觉很有默契那种感觉 如果你跟我要喜欢那种感觉的话 其实索康尼是一个特别适合你的品牌 它真的能够展现你的风格 和展现你的个性 但同时呢 又的确是不撞鞋 绝对的懂自懂的鞋款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非常感谢大家能看到最后 如果你看到就千万不要忘了 帮我靠个一 那今天这个内容可能有点声色 因为我尝试在外面拍 但真的很紧张 而且真的是就是很奇怪 我在那拍 或者跪在那 或者蹲在那 周围人走来走去的 真的很尴尬 但是毕竟是用全新的尝试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是Tan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能没有尝试过 就像我之前经常在视频里面讲的 如果可以的话 给它一个机会 尝试一下 你可能会真的就爱上它 这么久哪 Bark уже